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天天 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时空之门 自然界存在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神秘现象 最著名的就是时空之门 美国和苏联在希特勒机密档案中发现 希特勒曾派一批科学家到南极 希望打开南极的时空之门 寻找另一个多维空间的入口 秘密研制尖端武器 准备称霸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国都想找到希特勒所研制的尖端武器的成果资料 并派出大量的特工人员追查希特勒派出的那批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下落 却一直没有找到 二战已过去多年 但仍无人正式宣布希特勒的具体下落 有人说希特勒在柏林陷落前的最后一刻逃入了神秘的地下世界 其实呢 这一说法也并非奇谈怪论 1995年1月27日 美国物理学家发现南极洲上空出现不断旋转的灰白色烟雾 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只是普通的沙尘暴 但是这些灰白色的烟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程而改变形状 也没有移动 研究人员发射了一个气象气球 气球上呢装备了测定风速温度和大气湿度的仪器 然而一经发射 这个气球就急速的上升 很快就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研究人员利用拴在气球上的绳子收回了这个气球 但是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 这个气球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1965年1月27日 试验每次都表明时间倒退了30年 计时器显示的是过去的时间 现在针对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所做的研究仍在进行着 人们推测南极洲上空那个不停旋转的空间 是一个可以通往其他时代的通道 如果这个秘密被揭开 时空之门真的存在 到时全世界都将未知疯狂 给大家说完时空之门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两个真实的故事 第一个是20世纪美国家喻户晓的探险英雄 拜尔德 北极探险的故事 拜尔德出生于1888年 10月25日 父亲和兄弟就是美国联邦或州参议员 他被授予美国海军少校 1947年2月19日 拜尔德少将和几名军人组成探险队 前往北极进行探险 去北极探险结束后 拜尔德写了著名的拜尔德日记 拜尔德在日记中说 1947年2月19日 探险队驻扎在北极某一基地内 他们朝北方进行飞行探测 原型六分仪和指南针均经过再三检验 无线电通讯也正常 他们到飞行高度707米时 几经颠颇 之后终于到610米处又平稳下来 这时他们看到地面上覆盖着无尽的冰雪 竟然显出微黄的光泽 并且奇怪地分散成直线状 还略微透出微红色和紫色 拜尔德将此奇景立即电告了基地 又环绕地飞行了两圈 这时他发现指南针和六分仪不停地旋转抖动 无法测出飞行方向 接着他看到了地面不再有冰雪 远方还出现了山脉 那些山脉的范围并不大 但绝不是幻觉 此时已飞行29分钟 爬升至900米时 拜尔德的飞机遭遇到了强烈的震动 继续朝北飞越这些山脉后 他看到了春意盎然的山谷 山谷中有小溪流过 左边的山坡上分布着茂密的森林 此时罗盘又开始旋转 并在两点之间来回摆动 于是他下降至427米 向左急准 他看到青草覆盖着的地面 这里的光线非常奇特 却看不到阳光 下降到305米时 在望远镜中 他吃惊地发现了早已在地球上灭绝的猛马像 然后又看到绿色的起伏的山丘 外面的温度为27摄氏度 各种仪器恢复了正常 无线电通讯却失灵了 地面更取于平坦 拜尔德发现竟然有城市存在 而空中飞行器似乎具有神奇福利 在舱门上端和右侧出现碟形发光飞行器 上面有无法形容的符号 拜尔德的飞机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吸住 无法控制 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无线电发出哗哗声 传出带着德语音调的英语 欢迎将军的光临 并称不必担心 七分钟之后将安全降落 接着飞机引擎停止运转 飞机在轻微的震动中平安着陆 好像是由看不见的升降机支撑着 几位金发碧眼 皮肤白皙 体型高大的人出现了 这些人没有携带任何武器 而这座城市闪闪发光 并且有规律的发出彩虹般的色彩 拜尔德和无线电通讯员受到热情的款待 他们登上了没有轮子平台车 急速奔向灿烂的城市 城市似乎是用水晶建筑而成 随后他们走进一个巨大的建筑物里 引用风味绝下的热眼 十分钟后 拜尔德暂时离开通讯员 进入一架升降机 向下运转数分钟后 升降机的门朝上无声的开启 他走过充满玫瑰色的走廊 光线似乎是从墙壁上放射出来的 他在一扇巨大的门前停下来 门上有奇异的文字 在进入该房间之后 所发生的事情更具有震撼性 拜尔德一再使用 前所未有 不可思议 难以形容 等词来形容他看到的 华丽精致房间 那些人的声音既悦耳又热情 他们告诉将军 因为他具有高贵素质 并在地表世界有一定知名度 因此请他入境 那些人还告诉他 这是个地下世界 名为阿里亚尼 自从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两颗原子弹以后 他们才开始关注外面的世界 并在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 派遣了许多飞行器 到地表展开调查 他们表示 地下世界的科技和文化 要比地上世界进步数千年 原来他们并没有干涉地上世界的战争的想法 但因为不愿再见到人类使用原子武器 这次借邀请将军的机会 警告地上世界可能会走上自我毁灭的信息 那些人抱怨说 他们派出的人在地上世界受到了不友好的待遇 而飞行器也常遭战机恶意攻击 拜尔德结束会晤 沿原路返回 并与通讯员会合之后 在两架飞行器的引导下 他们升至823米平安返回基地 临行之前 无线电传来德语的 再见的声音 27分钟后着陆 1947年2月 拜尔德出席美国国防部的参谋会议 所有的陈述均详细记录 并且向杜鲁门总统做了汇报 还接受最高安全部门调查 后被有关部门告知要严守机密 一直到1965年 拜尔德探险日记曝光 这才为世人所知 据说地底下生活着不同人类 有几米高的巨人 还有矮人 以及和我们同等身高的人种 在南极和北极 有通往地下世界的秘密通道 在世界其他各州 也存在着一些神秘地下隧道 或地下长廊 都是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 1829年 有两位挪威渔夫 欧拉夫·约翰逊和他的父亲 乘坐着小帆船从斯德哥尔摩起航 航向北方的极北之地 他们的小帆船体型轻巧 可以穿过冰山间的缝隙 经过很长时间航行 他们没有找到传说中 那个温暖的大地 以为一无所获 准备放弃回家 然而在回程的路上 他们明明往南走 罗盘却指向北方 看头往船外一看 发现海平面竟呈现出不同寻常的弯曲度 他们竟然被海面包围 又经过了很久的航行 他们终于安全停靠在一块土地上 发现那边的天气温暖宜人 岸边生长的植物非常巨大 沿着一条河流上行 遇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型船只 船上乘坐的是比一般人高二三倍的大人 这些大人的长相和一般人一样 具有文明 态度也相当温和 大人的船上有电力照明设备 而在1829年 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电力 因此他们搞不清楚 这个照明设备是如何运作的 约翰逊父子此时发现 他们已来到了位于地球内部的地下世界 当地的城镇有美丽的房屋楼房 丰盛的农作物 这里的农产品特别美味 也特别巨大 苹果又有人头大小 约翰逊父子受到了一对大人夫妇的招待 并在他们家住下 地下世界也有太阳 太阳亮度比较暗 地下人称这个太阳为 The Smoky God 也就是冒烟的神 当地人除了身材高大之外 也很长寿 寿命在600岁到800岁之间 动物也非常巨大 鸟展开翅膀约10米 木龟身长10米 大象高达约二三十米 约翰逊父子在地底世界住了两年 拜访了很多地底的城市与村庄 后回到地表 讲述在地下世界的经历 被人们当作疯子 最后还被关进监狱 长达28年 约翰逊出狱后移居美国 他90多岁时将这段经历 讲述给美国作家艾莫生听 艾莫生便记录下来 并且于1908年出版了冒烟的神秘书 选到这里 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 前苏联的克拉超深钻井 最深时钻到地壳下1.2万米处 据说当时钻井挖到了地狱之门 不断录到了像鬼魂哀号的哭喊声 还有骇人的怪兽飞出来 我呢 其实在有一次在网络上 有一个录音 就是这个怪兽的哭喊声 我听过之后呢 确实感到头昏脑胀 非常的不舒服 当然这个就不建议大家去听了 不过由此可见 这种地下世界确实是真正的存在 后来钻井项目就被迫终止了 看来不同的地底下还存在着不同的世界 您相信地下世界的存在吗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请给我们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话 也可以关注我自己的YouTube频道 谈天说地天天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感谢您的观看 下期我们将给大家带来 独家破解的圣殿骑士语言 感谢您的点赞订阅分享 谢谢 感谢您的观看